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古今 今天我們要介紹練功打寶的部分 目前已經是第23集了 練功打寶的部分 要介紹的地方是 風龍的七奇地 這是一個 包括很強的一個練功場所 我們看一下這個 別什麼東西 那風龍七奇地就是在 你開啟地圖然後有一個世界地圖在這邊 你點下去就會移到雅丁大陸的地圖 然後那編號是59號 如果你是用編號來飛的話就是 飛59 那你要飛60也可以 飛60就是 在風龍七奇地的下方 就要往上面走才會 一直打下去 那下方的怪物是比較弱的 那上方的越靠近這個59 怪物都越強 那寶也越好 好 我們今天看一下玩意的資料 等一下再飛過去 讓大家看一下現場 讓大家看一下現場 好首先這個風龍七奇地 這怪物是75等到83等 那入場方式就是 船59或者是船60 那我建議王家的等級是80等以上 那物理防禦要-140 如果你要掛在那邊的話 就這樣會比較穩 那這邊目前是沒有BOSS 那介紹一下怪物的掉落物品 這邊有怪物有翼龍 翼龍是這邊最強的怪物 怪物啊然後他有83等 然後大家主動怪物 會掉落的 大寶是這個精準設計 那他也會掉落這個小水晶 風之幾指喔 那下面這隻是 荒龍 83等 那荒龍沒有寶物 那接下來是馬英乳 馬英乳就是牛人 他是牛頭人 然後他會噴這個遠征舌皮靴 就是新的一個裝備 這個皮靴如果是玩槍手的話 這個皮靴是蠻重要的一個裝備 然後下面這個是尼龍 尼龍也是沒有寶 然後下來是狼阿維 有這個小法書可以拿 有這個神聖騎走跟暴風神聖 然後下面有佩利克 佩利克也沒有寶 菲兒菲兒基本上也沒有寶 然後有阿維 白色的阿維 這個阿維就是白色阿維 那有小寶就是神聖騎走 而目前一代也是沒價 100鑽而已 好接下來是 如殺人風 也是風之直手 也是小寶 然後最後一個是冰原藍人 這個也是會噴遠征舌的手套 就是槍手的一個裝備 會噴的一個是牛頭人 馬英乳 是噴皮靴 然後冰原藍本是噴遠征舌手套 那手套也是槍手 一個必備的一個裝備阿 所以就是 從槍手開版之後就 變得比較 搶手一個怪物阿 因為他會噴這個遠征舌手套 好那 這邊也有一些主動怪物跟被動的過來 那主動怪物就是翼龍阿光龍 馬英乳 然後還有佩蒂特 菲爾菲爾 跟 沒有啦 只有這 這五隻 比較都是被動的 那這邊大部分的怪物都是怕地屬性的 只有馬英乳跟這個冰原藍人 怕火屬性的 就是 這樣就是噴遠征舌的是怕火的 好 讓我們看一下這個裝備 裝備看得清楚阿 我們回到遊戲裡面看裝備好了 比較清楚 回到遊戲裡面 好今天看一下裝備 其實是 鞋子 皮靴 皮靴在這邊 好有負傷防禦 影節減一點 智力加兩點 所以是槍手在用的一個裝備阿 因為他有加智力都會增加你的母法命中 好第二格是這個 選生 蛇 手套 他直接就給你加一點智力阿 然後還有加一點母法命中 所以 槍手如果要打架的話這個是必備的一個裝備阿 那其他的話就是技能書了 技能書我們回到網頁那邊去看一下 當然大家會碰到精準射擊阿 精準射擊阿 精準射擊就是 減少對方的一個 遠 遠程回避玉 就是 副 副石喔 好像是副石 目前的版本 然後30秒以內 那會 狀態持續時間是30秒以內 有改落一點 然後接下來是暴風神射 暴風神射就是增加你 風邀的一個攻擊力的一個技能 還有風之幾走 這是增加風邀的一個 跑速跟攻速的一個技能 還有一本是神聖幾走 這是法書的 法師在用的一個法書 然後這個是 會增加法師的一個移動速度阿 死去時間是1分4秒 好 基本上是這些東西阿 我們帶回到遊戲裡面 等一下先講一下 喔這邊有廣告 不要按廣告 我把他的廣告得拿掉 只是那個連結還沒拿掉 好 接下來是攻略的建議 就是玩家到75等以上的時候 就可以過來看風的氣地 那你來這邊看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拋場 而你的伺服器有一些勢力比較強 就會把風龍區蕾包起來 然後有玩家來打 來打怪的話就會把你打走 那如果你的 伺服器是比較和平的話 你就可以來這邊man 好這邊如果你裝備夠力 就可以在這邊快速的充整 然後順便打打精準射擊阿 遠征者系列的裝備阿 這邊就可以讓你額外的賺取一些賺的來源 賺詞的來源 好 那麼就回到遊戲裡面去建築看一下 先把視窗關掉 好 我們點用的是妖精 只有15等的妖精 只是飛過去看一下而已阿 沒有要練 我們直接飛五九喔 你要飛六十也可以 可以 好五九 這隻翼龍 翼龍就是噴青乳射擊 那基本上這邊的怪物都走很慢 不用擔心 被包圍成這樣 阿目前他怎麼沒有人 被清掉了 那這邊還有一個任務是這個 不過因為有血魔任務要打風龍的蛋 就是來五九這邊打 這邊有風龍的蛋 然後這個是馬英奴 然後這個是泥英龍 然後這個是泥英龍 有寶的就是牛頭人跟這個翼龍 這樣怪物基本上不用打 然後這邊就是翼龍的這個主要基地阿 就是如果你要拚精準陣型就是來上面的空地打 那你也可以往下面走 如果你上面被包場了 你可以來下面掛 這邊有一個人 看一下他在幹嘛 看一下他在幹嘛 我要等人在這邊掛吧 因為這邊怪物比較沒有那麼多阿 不會被包圍 不管你清掉第一波之後 你可以來這邊 然後左邊是正牛頭跟翼龍跟蘭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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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因為往右邊走的話就會遇到菲爾菲爾跟佩蒂克 在這就是菲爾菲爾 可以放這個破洞去 然後 環域93是勝不住的 還有平原難忍在下面 這是越下面越底部的怪物越弱阿 這邊還有毒殺很瘋 基本上這邊 寶物比較少 主要的大寶就在 五九 五九 防點的上面 寶物比較多 所以就是 蜂龍的西級地阿 這邊還有很多蛋蛋 菲爾菲爾 好 那基本上 蜂龍的西級地就是這樣子阿 就是 如果你沒有被包場 你就可以喜歡邊練阿 那如果你是 伺服器的一個 就是伺服器 強制的猛的話 應該都是為大家邊練阿 因為 練功練很快 經驗值 拿很多 寶物也拿很多 這就是蜂龍的西級地阿 我們介紹就到這邊阿 謝謝大家 拜拜 以上是這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請在影片下方點選喜歡 並訂閱頻道 感謝你